三千多年前,结构如此复杂精细的镜头器,又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? 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修复师郭汉忠正与郭建波一道,用X射线探商机扫描青铜神坛。 依靠高科技手段,探究文物内部结构,他们试图解开古术仙人,青铜铸造技术的秘密。 这个神坛主要是体现在杆与杆,杆与人手之间。 它其实在做模具,或者说是在这个胶筑好之后,它都经过了这个先前的一个非常精巧的设计, 所以它的吻合度非常的高。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人像呢,它是分头部、手部以及身体三个部分, 先分别铸造之后,再通过同叶铸接的形式将三部分连接成为一起。 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这种接缝的痕迹,所以它是采用这种分柱, 那么分柱就是将各个部件分别铸造好之后, 再通过同叶铸接的形式连接成为一体。 这是它的三星堆的一个典型的一个青铜器铸造工艺技术。